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霍玄给我杀 霍将军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回头吧 我从来只往前走 绝不后退半步 就算你要拦我 也得好好颠料一下 是不是拦得住 传朕旨意 封锁城门 拦住霍雪 生死不论 将军 盘公母 拿酒来 是 原来陛下打从一开始 想留下的就是我的尸体 今天若是放了霍雪 尔登与他同罪论处 尔登与他同罪 哥 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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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这位秦 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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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从来只杀敌人 从来没有伤过一个自己人 这是你逼我的 谁 谁 谁 殿下 打开宫门 皇上下令封闭宫门 如今四道门都关了 宫里出什么事了 这 立刻打开 后果我自行承担 是 明明 怎么看 Pablo 你 我 救命 来 为什么 我问你 为什么 霍玄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难道真的想造反吗 什么为什么 先皇曾说过 永生不会忘记霍家的护巢之心 十一年 整整十一年 我像个男人一样披上战甲 一步步走到现在 你曾说过 会封我官军 为我赐婚 不会辜负我有霍家的付出与效忠 可是今时今时 你不但违背了诺言 甚至还要杀我 因为你辜负了朕对你的信任 背叛了大魏 不 没有人比我更爱这个大魏 我一直在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可是你竟然说 我辜负了你的信任 背叛了大魏 多可笑地笑我 荣旨辜负负了我 连你也要杀我 还有你们 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可是你们所有人都背叛了我 整个大魏都背叛了我 朕从不会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 因为朕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这个大魏 为了百姓 不 你是为了你自己 为了这滔天的权势 为此 你可以悲兴起义 冷血无济 你是这世上 最残酷的帝王 哪怕要朕做一个残酷的帝王 朕也要消弭兵戈 确保江山无鱼 护驾 赵王 朕将军 放下手中的剑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顾欢 你 这是平民胡闹的地方吗 还不快滚 对 我是一个平民大夫 可就是我 在荆州 亲眼看到他舍生枉死 为大魏尽忠 当所有人 在平城纸醉精迷 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 还是他 浑身浴血 孤军奋战 在场所有的人 陛下 包括文武百官 你们都没有权利让他去死 你们没有这样的权利 顾欢 这和你没有关系 可是我看到了 我就一定要管 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 霍玄 哪怕所有人都让你去死 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 你这个傻瓜 我没有显赫的身份 也不能替你去边境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陪你去赴死 陛下 你这身 fell 这手 urban 你知道有ильно 这是要干什么 殿下 霍玄滩磨柳州良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呀 住口 陛下 我只想问一句 你真的要杀了霍玄吗 摄政王 你应当牢记自己的身份 不要忘了朕对你说过的话 我没有忘 也绝不敢忘 陛下曾经说过 霍玄是朝之动量 要一生以重 终止 陛下 霍玄已经辞关 我向你保证 他不会做伤害大魏的事情 我请求陛下 放他自由离开 摄政王 你疯了吧 竟敢这么对朕说话 摄政王 他侵吞柳州良下 证据确凿 你怎么为这样的贼子辩解呢 不 侵吞良下的人 是我 当时我也在柳州 决定也是我下来 是谁啊 我在柳州的时候 眼看百姓要活不下去 连发十三道奏政 请求朝廷拨复良想 可他们这群 世卫素餐的狗东西全在争执不休 整整拖了三个月 百姓饿死无数 所以 我才和霍玄决定去抢富户的粮食 不是用来赈灾 而是用来救命 等我们把问题解决了 你们才讨论出结果 慢悠悠地把良想送过来 这几年来 大魏大小二百余战 死伤无数 老人无人奉莹 富人贩卖孩头 我和飞丰将军的粮食 全都给了死在战场上的遗数 他不说 是怕连累我 更怕人家得到的粮食被追毁 陛下 我是摄政王视为主 霍玄为将 视为仆 最终是我决定的 他也只是遵从命令罢了 摄政王 你 陛下天天告诉我责任 我从未忘记 身为一个男人 我已经辜负了霍玄 但视为摄政王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陛下 杀死一个无辜的忠臣 我宁愿那道利剑 刺入我的胸膛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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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怎么样 陛下了 还不扶陛下回去 快送陛下回去 快快快 陛下 放下你们手中的剑 陛下不再就要听我的号令 你们要违抗吗 彭哥 好 霍玄 禹下 你走吧 别再回来 放下 冲枕 从前你赴了我 今日便算良情 从今往后 你是王爷 我为草民 各走一番 再不相识 你我二人 便如此见 我二人 阿姨 他在一起 是我 这才一天 就受到三匹追伤 你还不怕死 我劝你啊 就别费力气了 反正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走的 走开 小心 我让你立刻救过 顾皇 我再被人追杀 我不想带着一个累赘 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 好吗 别再想瞧我了 行不行 虽然说我不会武功 但是你别忘了 我是个大夫 你这些伤 都是要我来治的 你先治 你怎么天天和小孩一样 快吃吧 那 顾大夫现在告诉你 现在你要吃点东西 补充体力 我们好离开这儿 如果你不吃的话 我就亲你了 这不吃啊 我真情了 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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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 你要是再拧一会儿 那我就亲上了 我跟你说 今天晚上呢 我们估计要在这里过夜了 我马上去使点干柴 给你生个火炖 不 为什么 万一他们发现追错方向 很可能会返回 容易发现这里有火光 不行 你现在已经生病了 治理又那么来 安全更重要 好 请你上 我 你干什么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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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你听到没有 我让你放开 你干吗 霍将军 打过了吗 我说你都受伤了 力气还那么大呀 你听我说啊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让我抱着你睡觉的 但是这里真的是太冷了 寒气呢 都是从脚入体的 这样 你会暖一些 快睡吧 睡吧 就是这儿了 我为村民看病 他们借这间房子给我 你就委屈 你这个傻子 连生火都不会吗 不是啊 我以前呢 是有个童子的 专门负责打砸生火 可是现在呢 只能靠自己了 难怪笨手笨枪 你呀 先回去休息吧 我这儿一会儿就好了 你生活用这么粗的柴啊 用这种 也不用这个 用这个 拉锋 这样用 懂吗 没水你做什么饭啊 不是我刚才我 你什么你 打水去 你怎么会干这些事情的 我不是说过吗 我从小到大 父亲就把我当成男孩子样 还曾经把我丢到边境 叫我一路乞讨回来 别说生火做饭 就连野外求生 我也犹人犹豫 都和你说了不让你过来的 受伤了吧 你听我说啊 你呢 会做饭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的身体还没好 所以你什么都不能干 就在这儿看着 看着我 我很聪明的 不就是加水吗 我也会 是吧 然后干柴 干柴 拉风马 对吧 别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 为我做过饭 做饭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你是第一个 我愿意一辈子为你做饭 而且什么事情 都愿意为你做 不 没有谁会陪谁一辈子 我也不需要任何人陪 菜来了 虽然是粗茶淡饭 但是 我知道 是你一片心意吗 快吃吧 你怎么不吃 我再吃啊 你多吃点啊 来 好 不是 你不想乱 开门 是不是 对 你这么多 我 开门 有事 不算是 不算是 你必须是 不算是 你必须是 不许是 你必须是 无论是 反正的 好了 谢谢 没事 那我马上就要去出诊了 有可能晚点回来 饭菜我都已经热好了 你记得吃啊 剩下的路 我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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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走 爹 auf 来 这孩子呀 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这身上骑好多小红疙瘩 还痒痒 有什么药能治啊 大姐 这个呢 是我用异母草做的药丸 你平时给孩子泡澡的时候 放上一点 我保证三天就能好 好 你拿着 谢谢啊 回去要听话啊 好 新的 对啊 我看你那个袖可破了 所以给你买些新衣服 你哪儿来的钱 我天天给村民看病啊 又不是天天有人生病 手臂伸出来 你是不是傻 我这个没事的 我自己就是大夫 回去自己上点药就行了 你不用担心我 去睡一觉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 我天天骂你 赶紧走 我没给过你好脸色 但是你还每天给我做饭 坏药 采药 顾欢 你可怜我是吧 我不需要别人可怜 我不需要你可怜我 我并不是在可怜你 我就是想让你 过一个无约无虑的生活 然后我看你袖可破了 就想给你买件新衣服 让你开心而已 我不需要你的新衣服 我不需要开心 我不需要开心 你 你就是想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对吗 活得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你为什么要那么执着我 你为什么要折磨你自己 我看到你每天在这里 那么不开心 我有时候 我就会怪我自己 我这个大夫真是没用 我只会医病 可是我医不了你的心哪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想 看到你难受的时候 把我的肩膀借给你靠 看到你流泪的时候 可以亲手上去帮你擦干 顾欢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 或许 你的痛苦我都知道的 因为 因为我的心更痛啊 我心疼你知不知道 我爱你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说 我说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他 霍玄 让我们忘记过去的生活 就让我一直陪着你 爱着你 好好保护你 好吗 好 那你要考虑清楚 我可什么都不会的 我不会女工 不善温柔 也不会说甜蜜的话 不 你是我心里最好的 全天下最好的女子 傻瓜 你 你 看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兄弟们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你就这么走了 丢下我们不管 这样对得起 为你舍去身家性命的兄弟们吗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只好亲自赶你走 将军 走 你给我马上离开这儿 你怎么回来了 我忘了拿这个东西了 刚才那个人 只是个愕怒的士兵 可是我看他 好了好了 走吧 早些早回路上小心 好 我很快就回来了 早点 送给你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轩儿 那最近总是心不在焉的 到底怎么了 真好看 这附近没有啊 你去拿采的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我去买东西 古花 你这是做什么 回来了 玄儿 即便你什么都不说 我也知道 你是为何而担忧 你这是 我没有一生一世 可以相守的 我怎么可能 吝啬这几日呢 回去吧 我陪你一起 古花 谢谢你 玄儿 我既然已经娶了你 我就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一辈子都对你好 只要你开心 我做什么都信了 我答应你 我们很快就回来 继续过幸福自有的日子 好 霍老将军 我是奉皇上之命 接掌霍家军 你迟迟不肯接受 是决心要抗旨吗 数十年来 霍家的军队 只听从霍氏族长的号令 这一代的继承人 好像不姓鹏吧 普天之下皆是王土 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霍朝 你可想清楚了 这抗旨的罪名 就算你是霍家军的副帅 也一样扛不起 你们都听见了吗 不过是从拓跋红那儿 捡了根骨头 就真把自己当成看猛狗了 你 雷人 霍朝藐视皇命 侮辱朝臣 立刻将他拿下 立刻 全能给我住手 霍玄 彭将军 好久不见 我倒是没想到 你还敢出现在这里 我不来 怕你摆不平 这么说 你是来帮我的 霍玄 那个薄清寡义的拓跋红 为了自己的江山稳定 不惜在大殿上 视你为叛贼 这样的人 你还要向他效忠吗 三叔 我不想帮鹏哥 也不想帮那位薄清寡义的拓跋红 我替你出这口气 叫他有来无回 不 三叔 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鹏哥 就会坐视造反的罪名 到了那个时候 不光是我变成了逆贼 整个霍家都会难以性命 那又怎么样 刘烟飞与关键串心 我毅然无惧 可我霍氏微明 和历代的心血 绝不能损伤分毫 霍家精心训练的军队 是要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保护大魏百姓的 而非折损于这种 毫无意义的内斗 若因我一人之私 连累全军将士 我就真的成了他们口中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小人 三叔 放下剑 霍玄 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主帅 就放下手中的剑 霍玄 这 将军 霍玄可是陶家 应当立刻将他拿下 不 如果我这样做 才真正为人所不耻 彭将军 我会在三日之内做好交接 请你耐心等候 霍玄 霍玄 你真舍得放弃 这唾手可得的一切 从前 我为朝廷 为百姓不惜一切 今后 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不 霍玄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可能是太累了 我扶你去休息一下 不 我把最后一本名册 送去给鹏哥 还有事情要交代给他 霍玄 你以前的梦想 就是当千军万马的统帅 可你现在决定放弃 以后真的不会后悔吗 我 古话 做这个统帅并非我的选择 但既然做了 我便决定贯彻始终 只是没想到 会落得千福所指 现在 我想换个梦想 换个梦想 我回来再告诉你 我现在就想知道 霍玄 霍玄 现在 只想做孤欢的妻子 怎么了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没什么 只是觉得 听到这样的话 就像是在做梦 因为从来没有人 和我说过这样的话 也从来没有人 把我看得如此之重要 你对我而言 是这个世上最值得依靠的男人 而我 也会真诚地用一生 去回报你的真心 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 出海人 兴儿 怎么了 古花 你这是 我在这儿等你 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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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要把军队交给彭哥吗 这不行啊 咱们都不答应 对 你再劝劝主帅吧 除了他 我们谁都不服 就是我们不服他 别说了 别说了 霍玄向来主意很正 他决定了事情 是别人谁也劝不回来的 是别人谁也劝不回来的 霍玄 我要杀了你 雪儿 你没事吧 你 霍玄要杀霍玄 我知道是彭哥 我知道是他害你的 没事吧 没事了我知道 我知道 放开我 雪儿 霍玄 霍玄 霍将军 是彭哥 是彭哥要杀雪儿 是 活在这儿 霍玄 杀火箭 你别 你 驾 有活在 没事 没事的 霍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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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都没事了 有活在 行 没事的有活在 他需要多长时间 才可以清醒过来 伤口在腹部 才会小缠 我已经为他吃了止血药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我也不知道 我们要见竹帅 我们要见竹帅 我出去看看 我们要见竹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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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先生 要来了 你应该和他一起去 滚 雪儿 相信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 然后再也不和你分开了 永远不分开 夫帅 彭哥带来的百名龙凌军 如今已全部捉住 就等你一声令下 杀了他们 为主帅复仇 对 杀他们 为主帅复仇 夫帅下令吧 杀他们 杀他们 为主帅复仇 为主帅复仇 杀死彭哥和一百名龙凌军 就能为霍将军报仇了吗 你一想怎么样 一个区区龙凌军指挥士 怎么可能敢刺杀霍家军的主帅 他一定是得到了拓拔红的命令 各位兄弟 所以霍家军真正的仇人 就应该是大魏的皇帝 无论是拓拔红还是荣旨 他们都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罪过 不用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担 之前霍家军取生 靠的不是武力 而是主帅的头脑 现在霍玄已经成为我的妻子了 如果你们相信我 就请把复仇一事交给我来办吧 你想怎么做 各位兄弟 你们为大魏出生入死 不计代价 有多少士兵战死沙场 再也回不了故乡了 而大魏的拓拔红 荣旨 却把你们当成戏作 把你们当成敌人 他们用残忍的手段 一次次谋害你们的主帅 事实证明 忍耐给自己带来的 只有群辱和痛苦 现在 我们复仇的时候到了 现在 拿起你们手中的剑 让备戏者付出代价 为将军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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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军报仇 为将军报仇 代仇 至于аз 驾 陛下 陛下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派人 捉拿摄政王 还不快去啊 是 是 陛下 消消气 他竟然敢公然抗制 朕要杀了他 朕非杀了他不可 陛下 陛下 将军 将军 你伤得很重 还是躺下好好休息吧 姑 Wij呢 你说顾大夫啊 他为你采药去了 很快就回来 将军 将军 霍朝 你疯了吗 你既然帮助留宋大金 你这是叛变 叛变 你们的皇上 不是早就说我们的主帅 是叛贼吗 我们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拿回 属于我们自己的尊严 你们想干什么 霍朝的不幸 全部是由皇室造成的 其中的罪魁祸首 就是摄政王殿下 如果你自闻于天下人面前 我便立刻退兵 否则的话 我便和留宋人一起 攻破你的城市 一样可以杀了你 放肆 既然摄政王殿下 舍不得自己那颗铜炉 那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欺人太甚 殿下 请允许我出城 去砍了霍朝的铜炉 不 霍家军是霍玄的 谁都不许懂 可是霍将军 不在这里呀 他会来的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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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兴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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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儿 薛儿 你没事吧 来 起来 没事吧 你们忘记我说过什么了吗 霍家以保驾护明为己人 可你们竟然会送人一起攻城 三叔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替你讨回一个公道 难道你忘了 先是有荣之 不顾誓言 后有拓拔红 背心欺义 不仅仅如此 你自愿交出兵权 可是他们还是不相信 甚至于让鹏阁杀你 永绝后患 这样一个皇室 这样一个朝廷 你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卖命呢 薛儿 霍老将军说得对 你不应该再为了他们 牺牲自己的性命了 我霍玄效忠 从来都不是大魏皇室 而是守无寸几的大魏百姓 是我自己的良心与责任 我喜欢看到孩子们可爱的笑脸 喜欢看到百姓安居乐意 我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一切在努力 就算我曾经保护过 伤心过的人都背叛了我 也无法改变我的初衷 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为了得到感谢 而浴血奋战的 更何况 我也不是傻瓜 更不能让你们沦为敌人的棋子 棋子 你什么意思 薛儿 顾欢 到了今天你还要骗我吗 薛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 鹏哥为何突然发狂 他的症状和当初疯狂杀人的刘宋使臣一样 我受伤后 你第一时间赶到 将鹏哥置住死地 后有煽动国家军法派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预谋好的 你到底是谁 如果你对我尚有一点真诚 请你告诉我你是谁 是谁 末将奉摄政王之命 朱沙叛逆 率军救驾 不可能啊 摄政王远在边际 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会 你笑什么 你疯了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 荣旨才是最完美的摄政王 冷酷 无情 不过很显然 他在你的龙陵军中 也安插了人手 不愧是摄政王 我以为他早已荒乱 没曾想 还留有后手 你手里有了 你怎么能把这一人推荐 你务力走 你务力走 你把这一人推荐 你救荐 你怎么能把这一人推荐 你不愧是 能把这一人推荐 就行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你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你一决高下的机会 你 我 祈拜我又如何 这沉满血的皇位 如座真宅 你杀的每一位 都会变成你的噩梦 这座龙椅 永无宁日 迟早一日 你会明白 这一切 都结束了 霍玄 天机阁已被我剿命 顾欢真正的身份 是天机阁主 速到庞城 荣之 顾欢 你就是真正的天机阁阁主 从前死在流宋军营的那个人 只不过是个替身罢了 没错 我就是天机阁阁主 你这个宋贼 胆敢利用我们 来啊 把你给我抓起来 是 都没动 住手 你要是胆敢伤害霍玄 我让你死无全失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和亲 不错 以刘楚玉一己之身 换谋取大魏之机 将来 取下鹏城洗刷冀州之耻 朝政大权 必将掌握在你的手中 可刘楚玉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妇人之人 何以成大事 刘氏残暴 气数已尽 天机阁辛苦筹谋 只为选一明军 抗衡北魏 安抚百姓 小郎君 等你取刘氏而代职 可别忘了当初的诺言哪 宣儿 对不起 北魏士党 早生了问底天下之心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牵制畏惧 为天下则以明军 你撒谎 天下藏生 顾欢你亲眼看看 你所谓的大义凛然 解救苍生 死了多少次 天机阁主想要的 是座炙手可热的从龙之尘 得到凌驾万人至上的荣光 你的行为给魏宋带来的 只有鲜血和杀戮 顾欢 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吗 那你告诉我 是不是在你心里 连我也只是一枚棋子 不 或许之前我是在利用你 但是现在 你在我的心里不是棋子 是我的棋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我更没有想到 会失去我们的孩子 你还记得你对我的誓言吗 你还记得你对我的誓言吗 我顾欢在此起誓 若有来生 我与火轩而人 亦要生生世世 再做我夫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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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能原谅你 就算整个大魏都背叛了我 这也是我曾经 用鲜血保护过的地方 你给我最爱的大魏和百姓 带来了伤害 你就要付出鲜血的代价 小儿 我不怪你 但是我舍不得你 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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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顾欢再次启示 就算再入轮回 我与霍玄二人 亦要生生世世 再做夫妻 顾欢 我爱你 我爱你